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节目 这一期的内容呢,我们就来继续为大家讲解有关日本战国时代 北九州的霸主龙遭四家的故事 于1530年,州防大内市对北九州的大名少二家展开了侵略 由于少二家当时是处于刚完成复古的状态 其国力和实力雄厚的大内家是根本没有办法相比 但是在1530年的舔首坠之战当中 在少二家城龙遭四家间的奋战下 少二郡最后是奇迹般的遗少胜多 以仅仅3000人的兵力击退了大内方多达1万人的侵略军 在三年后的1533年,决定卷土重来的大内军 是再次以8000人的兵力入侵肥仙国 但是在同年8月的村中城之战当中 大内军的总指挥陶金王在笼罩四军的栖息下 是再次遭到了败北 此外,由于肥仙国的台风登陆 在台风的影响下,大内军的主力 最后是被迫放弃了整个入侵计划,宣布撤退 有关这两场战斗的内容呢 我们在之前的第二集和第三集都有讲 这一我们就不再重复 在两次入侵邵二家的计划都遭到对方挫败以后 感到烦躁的大内农是决定亲自出阵 于1534年的3月中旬 大内农率领全国之兵将近3万人 以彻底见面邵二世卫目标 开始向飞前国展开进军 考虑到邵二家的盟友大友家 有可能会介入双方战斗的可能性 在大内军主力抵达北九州的封前国以后 大内农是让手下的将领陶金王 带领5000人的兵力南下 向大友家的本国封后国展开进军 以对大友意见进行牵制 剩下的25000人主力则继续向西前进 以大内家在驻前国的主要据点 大载府作为中心展开部署 并且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 开始向飞前国的双二资源展开示威 在大内军的别动队淘金王方面 他们在1534年的4月 是和大友家之间 在封后国的北部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这场战斗的名字是叫做市场原之战 为了对抗大内军的入侵 大友家当主大友意见 是让家中的一门众吉红市职作为总大将 率领6000人的大友军北上展开抵抗 顺带一提 这个叫做吉红市职的武将 实际上也就是后来丽花宗茂的曾祖父 这个人在当时只有19岁 在市场原之战发生的初期 大友军是遭到来自于大内方的气息 在淘金王初期不易的进攻下 作为大友军总大将的吉红市职 是在战斗一开始就不幸身亡 在失去总大将的情况下 大友军的指挥是完全陷入混乱 在阵型崩溃以后 大友军是被迫向南撤退 而淘金王则指挥大内军的别动队继续南下深入 直逼大友家的首都辅内城 大内军在市场原之战中获胜的情报 基本上也是在同一时间就传到了大内龙的耳中 随着市场原之战的败北 大友家接下来的精力将会全都集中在对本国封后国的防御上 商务家在未来短时间内 能得到大友军支援的这个可能性 基本上是遭到了断绝 在确信大友家目前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来搅局以后 大内龙是决定将两万五千人的主力挺进肥仙国 但是就在大内军主力出发之前呢 一位来自于少二方的使者是突然造访了大内军的阵营 以使者的身份来到大内方阵营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少二家当时的主星骨 龙造四家间 作为曾经两度在战场上一少甚多 击败大内家中两员堪板名将的神奇人物 龙造四家间的名号 在大内军阵营里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孝 作为少二家的代表 龙造四家间表示 少二家愿意放弃抵抗 希望向大内家投降 这里呢 我们就先把时间稍微往前调一点 我们现在以少二家的视角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 在当初得知大内军进进全国兵力 来进攻肥仙国的消息以后 少二家上下全体时都陷入了恐慌 面对大内家的三万兵力 实力弱小的少二家是只能勉强拿出不到四千人的战力 之前连续两次都能赶走大内军 这个只能说少二家的运气是比较好 有一句话叫做事不过三 如今面对双方兵力将近8比1的差距 这一回少二家可以说是好运用到头 但是尽管面对眼前如此严峻的局势 在一开始的时候 以家老马场赖州为首 少二家中仍然还有不少的加成是怀有一丝的希望 认为少二家的盟友大友家最后会出兵救援 这一群人保持着乐观的想法 认为只要撑到大友家的援军抵达 少二家这一仗就还有能赢的可能性 况且家中还有曾经两度击败大内军的主力干将龙灶四家间 只要龙灶四军还在场 少二军的士气就没有那么容易被折断 但是少二家不知道的是 当时的龙灶四家间是根本没有意愿去打这一场仗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早在大内军三万人入侵之前 龙灶四家间是就已经在暗中和大内家有了联络 龙灶四家当时是整个少二家加成团当中的核心 此外龙灶四军在战场上也是多次担当了少二军的主力 看重这一点的大内家是在私下对龙灶四家间进行了怀柔 并且给他开出条件 说只要龙灶四军接下来在战场上按兵不动 不去援助少二资源 在战后 大内家不仅会保证龙灶四家的领土安堵 此外 大内家还会把原本属于少二岭的肥前左鹤军和神奇军 两个郡加起来总共13万弹的领地交给龙灶四一所 面对大内方开出的这么好的条件 龙灶四家间二话不说是选择的接受 跟马场赖州那群忠心耿耿的家臣不一样 龙灶四家间想要的不是为了主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想要的就只是抓住一切的机会来扩大龙灶四家的影响力和自己手中的权利 少二家说白了 对于龙灶四家间来说就只是一个用来发展自家的垫脚石而已 大内家所开出的左鹤军和神奇军两个军的条件虽然已经是很优惠了 但是龙灶四家间呢 他是一个充满了野心和欲望的人 他决定在自己的利用价值上再接着赌一把 向大内方开出了更为过分的条件 不仅仅是左鹤军和神奇军 龙灶四家间还想要得到少二家的三根军 养父军还有机翼军 加起来总共五个军18万弹的控制权 当然这多出来的三个军 龙灶四家间也不是像大内家白药 龙灶四家间提出来的交换条件是 龙少二资源向大内家投降 并且确保大内军在不费一兵一组的情况下 就顺利占领少二家的首都师傅司成 在投降之后 大内家对少二资源要杀要寡怎么样都行 龙灶四家间保证他不会进行多余的干涉 面对龙灶四家间居然反过来给自己开心的条件 大内一龙是苦笑不得 但是龙灶四家间所提出的 不费一兵一组就能让大内家消灭少二市的这个提案呢 是着实非常具有吸引力 但是大内龙在后来还是给对方加上了一个附加条件 那就是在大内军出兵的一个月之内 龙灶四家间就必须要想办法成功劝说少二市投降 否则大内家之前开出的所有条件 包括领土安堵在内都全部作废 在战国时代也好 在现代也好 不管是在商业上谈判 还是在政治上的较量 总之双方之间互不相让 想尽一些办法也要占对方的便宜 这一点是永恒不便 大内家的主力会在三月中旬出兵 这也就意味着龙灶四家间必须要想办法 在四月底之前就说服少二资源投降 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少二家中仍然有以家老马场赖州为首的一派家臣 在主张进行抗战 就算龙灶四家间同样也是少二家中的重臣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顺利说服这一帮顽固派放弃抵抗 说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龙灶四家间苦苦烦恼 接下来该如何行动时 幸运女神这个时候是突然光过 在1534年四月初 大友军在封后国市场原池战败北的消息 是传到了少二家 随着大友军的败北 大友家接下来将会全面进入对本国的防御状态 期待大友方能派出超过一万人以上的援军 来支援少二家 这件事的可能性如今看来是变得非常渺茫 在缺少的大友家做后援的情况下 少二家的抵抗完全失去意义 少二家中的主战派们 在得知大友军战败的消息以后 是瞬间失去了脸上原本自信的光彩 看准了这个天赐两机 龙噪四家间是立刻在家中大力主张和大内军进行议和 少二家的当主 少二次元原本也是倾向武装抗战的一方 但是面对现今的局面 少二次元是陷入了沉思 看见主公烦恼的姿态 龙噪四家间这个时候是趁热打铁 主动提出自己愿意作为议和使者前往大内军阵营 并且会尽自己的权利 为少二家取得最为优惠的投降条件 如果最后弹劾失败 他就会作为刺客 让也荆轲自信王的喜马跟大内一龙本人同归于尽 在完全失去圣计的压力下 少二次元最后是无奈的同意了龙噪四家间的提案 当时的时间点刚好是到了龙噪四家间和大内一龙约好的一个月期限 于4月中旬 龙噪四家间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龙噪四家臣还有龙噪四家们 一行人作为议和使者抵达了大内军的阵营 在向大内一龙报告状况的过程中 龙噪四家间表明对少二家的劝想计划一切都进展顺利 在听外龙噪四家间的报告以后 大内一龙是装模作样的向少二家开出了假的投降条件 如果少二家想要投降 那就先解除少二家领地内所有的抵抗 并且把首都师傅四城进行转让 之后少二家必须解除和大内家之间的同盟关系 当主少二次元必须隐聚 以上几个条件缺一不可 在龙噪四家间带着大内家所谓的弹劾条件返回少二家以后 少二次元决定遵从所有来自于大内方的要求 于1534年5月少二军正式投降 少二军主力也全部撤出了师傅四城 之后少二家的首都是被大内军所接管 少二资源原本以为大内方没有要他的命 这个结果已经算是不错了 少二家虽然失去了自主权 但是只要今后作为大内家的从属 乖乖为大内家卖命的话 也还不至于让自己一组的血脉断尽 这个结果对于一个战败的大名来说 也还不算太过于糟糕 少二资源原本还想感谢龙噪四家间所带来的漂亮的弹劾结果 结果没有想到时间还没有过一年 大内家就突然变卦 强行没收了少二家的记忆军 养父军 三根军 神奇军 还有左鹤军总共五军的领地 领地遭到强行没收的少二资源 是被迫逃到了肥仙国小城军的尾峰城 在逃到尾峰城以后 少二资源是急急忙忙的血信 质问大内一龙没收领地的原因 并且谴责对方打破约定的行为 但是大内一龙呢 是并没有把少二资源的愤怒当一回事 于1536年3月 在大内一龙的命令下 大内军将领淘心房 带领军队5000人进入肥仙国的小城郡 对少二资源所在的尾峰城展开了包围 面对大内军毫无顾忌的破约行为 少二资源是又急又急 为了打破眼前的困境 他又立刻写信给自己的重臣龙造四家间 请求他立刻发兵从左鹤赶来救援 在接到主攻少二资源的求救以后 龙造四家间也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便把救援信丢到了一旁 此后主攻少二资源又曾经两度 三度的写信给龙造四家 请求他们出兵 但是这些信龙造四家间 后来是根本连看都没有看 在主攻被大内军围攻的情况下 他是全程都保持着一个围观状态 这也难怪龙造四家本身 就和大内家之间有着蜜月 他也答应过对方 在少二资源投降以后 大内家对少二资源要杀要寡 龙造四家间是完全不会过问 在隐约意识到自己被龙造四家间背叛以后 陷入绝望的少二资源 在遭到包围的尾峰城内 是对着空气破口大骂 最后在1536年9月 在遭到淘心房5000人包围将近6个月以后 面对城内缺粮 外加没有户须援军的绝境 少二资源最后是放弃了一切的希望 选择切腹自禁 享年48岁 顺带一提 少二资源切腹的这个尾峰城 也是40年前 少二家首度遭到大内家供灭时 其父亲少二正子切腹自禁的同一场所 当时 其父少二正子也是遭到了自己手下国人众的背叛 在尾峰城内遭到包围 最后是被迫自我了断 少二家父子最后结局的原因 还有地点都完全一样 这个只能说是召唤弄人 在少二资源切腹以后 大内一龙按照约定 把肥前国五郡的管理权交给了笼罩四家间 此时手中掌握五个郡 领地蛋糕接近18万蛋的笼罩四一族 是一瞬间从普通的国人众 蜕变成了接近于小大名的存在 这里我们为什么特意用接近于这三个字来形容呢 因为笼罩四一族 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脱离少二家自立门户 他们在名义上还是少二家的家臣 他们当时所处的实际状态和身份呢 是变得非常的微妙 虽然少二资源已经自杀身亡 但是少二家并没有就此灭亡 少二家的新当主是一个叫做少二东上的人物 这个人呢也就是少二资源的儿子 当时他的年龄大概是25岁 少二东上是在这个家老麻藏赖州等人的支持下继承了家业 虽然说少二东上在名义上是继承了家族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少二家大部分的领地是都已经被笼罩四家所控制 少二东上是完全没有作为当主的实际权利 从如今的状况来看 少二家已经完全失去了制约龙造四家的能力 双方在名义上的主从关系虽然没有改变 但是在现实中 各自的立场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在当时 龙造四家是光明正大的打着少二家代表的名义 单独和大内家展开外交往来 在龙造四家间的操控下 少二家就算遭到了大内方的破约待遇 甚至发生了前党主被迫自杀的这种不公事件 他们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身为大内方从属的事实 说得更悲惨一点 由于龙造四家间不断从中作梗的关系 他们如今连向大内家抗议的渠道都没有 只要龙造四一族还继续打着少二家的旗号胡作非为 少二家的一切都会慢慢地被龙造四家给夺走 就被对方吸得连骨髓都不剩 出于龙造四一族明目张胆地对自己展开下课上的愤怒 年轻气盛的少二东上决定举兵 对龙造四家间这个卖国之贼进行讨伐 于1538年 少二东上以铲除内奸的名义 向肥前国的各军领主发出了动员命令 要求他们进攻龙造四家的居城村中城 少二东上原以为家臣们会响应自己的大义和号召 结果没有想到 在动员令发出去以后过了好几个月 各军的领主们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少二家旗下的家臣郭导师 石井师 还有其他的国人领主 像是后藤师 波多师 还有草野师等等 在接到命令以后都完全没有要发兵的迹象 其实这也难怪 我们在上期的节目里就已经和大家讲过了 龙造四家间为了巩固龙造四家的根基 是不断地和周边的国人势力展开联姻 来形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帮派团体 其中郭导师和石井师 是已经成为了堪称龙造四家左膀右臂的党羽 在这种情况下 来自于没有任何实权的挂名当主 少二东上的发兵令 在这些和龙造四家互相结党的国人看来 就如同一张废纸一样 自从少二东上下达讨伐令以后 时间是已经过去了半年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各军领主是没有一个人进行响应 这时少二东上才真正地意识到 面对老奸巨化的龙造四家间 自己只是一个幼稚无力 没有任何经验的黄毛小儿 就在少二东上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 一路帮助少二家父亲的家老麻长赖州 则对少主进行了提议 他是这么说的 龙造四家如今是已经寄生在了少二家的心脏 现在只能想办法和他进行共存 在和龙造四家共存的期间 我们再慢慢恢复实力 我有一个好的计谋 可以一口气铲除掉龙造四一族这一群恶党 但是这个计谋需要数年的时间来进行酝酿和筹化 只要少主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忍辱负重 暂时屈膝于龙造四家 我麻长赖州到时候一定会亲手消灭奸贼 拯救主家与水火 这里麻长赖州所指的计谋到底是如何 在数年之后 又会有哪一些势力和新角色 参与到少二家的复仇计划当中 最后龙造四一族的命运到底又会怎样 我们且看下一回龙造四传第五集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认为我的故事讲的还不错 那就请大家帮我按赞和分享 如果有喜欢战国历史 或者亚洲历史的朋友们 也请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跟作者我本人相关的脸书 IG还有推特连接 我都已经放在了下方的简介栏 如果有兴趣跟随的朋友也非常欢迎 好了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